《非黑色素皮膚癌》 皮膚癌分為兩大類 第一大類叫做非黑色素皮膚癌 佔大概有1000宗的新症 第二類更加危險的叫做黑色素皮膚癌 不過幸好第二類的黑色素皮膚癌 數目相對比較少 每年只有幾十宗的新症 暫時每一年是超過100宗 這兩類皮膚癌的形狀是很不同的 如果是非黑色素皮膚癌 它可以是基層細胞癌 或者是臨床細胞癌 通常臨床的表現都是皮膚有傷口有潰爛 這個傷口潰爛不單止 隨著時間不愈合 還慢慢增加變大 這個很可能是有皮膚癌的先兆 我們特別要注意 至於第二類的黑色素皮膚癌 它可以是一粒默的改變 一粒默如果很久都是很正常 很圓、細細圓圓的話 多數是沒有改變的 但如果一粒默突然間短時間變大 或者是變得很不規則 癌癌殘殘 鴛鴦色或者甚至沒有潰爛的話 這個可能就是一粒默 是有惡性變化 即是變造黑色素癌的機會 這個我們要特別小心注意 有些非黑色素皮膚癌 最常用的兩個方法 就是一是用手術切除 第二就是做放射治療 這兩個方法都是同樣有效的 成功率都是超過90%或以上 確實我們是選擇手術還是放射治療 就可能會看個別腫瘤的位置 病人的年紀、病人的意願等等 去作出一個決定 另外要提的是 非黑色素皮膚癌很少會有擴散 不論是淋巴或者是遠程擴散 所以治療的成功率就很高 至於第二類的黑色素皮膚癌 一定唯一根治的方法 就是要做一個很徹底很完整的手術 要切割相當多的範圍 黑色素皮膚癌 因為很多時候一發割的時候 已經是比較後期 可以是第三可以是第四期 所以就會出現一些轉移的情況 如果是黑色素皮膚癌出現轉移的話 我們就要考慮一些針對性的治療 例如看一下檢測腫瘤 有沒有基因特變 適不適合用標靶藥 又或者是近幾年醫學界一個突破 就是用一個免疫治療 去治療這些控制這些擴散了的黑色素癌 簡單來說 它就是用一些藥物來提醒 叫醒我們的免疫系統 然後由我們的免疫系統的T淋巴細胞 去攻擊控制這些癌細胞 所以由於它只是用回我們的自身免疫系統 所以用藥物的副作用相對比較少 特別是和化療的副作用比較少 成功率不是說認真很高 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但是已經是幫到很多的病人 有效控制一些已經擴散了的黑色素皮膚癌 常見的免疫治療的副作用就是 可能打完針之後會有些累 可能皮膚會有些紅點 有些癢 或者有些輕微的吐吐 發燒等等 這些一般就不是很大問題 一般一段時間之後就會退 另外我們要注意的是 反而是第二類 因為這些藥物是會提升了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我們要很注意病人 用了這些免疫治療之後 會不會出現一些比較嚴重的炎症 這些炎症可以是肺炎、大腸、肝、腦、腦、垂體、甲狀線等等 所以用藥後我們都要很注意病人 有沒有出現這些炎症的可疑症狀 如果有的話就要檢查就要處理 如果真的出現比較嚴重的炎症 就很可能要停免疫治療的藥 不可以用 另外也可能要服用激素去控制這些炎症 不過我們知道這些炎症 其實出現的機會是比較低 一般是少於10% 但我們就要小心要注意 為了解